就在卸指張書歐路往大同路 平時車子不少 尤其是上班尖峰時間 其中有不少社區居民會走路到大同路上 去搭公車或是騎一顆火車站搭火車 只是雖然沿線有畫標線型人行道 但經常還是人車針道 所以地方就希望能夠施坐實體人行道 大同路跟張書歐路這一段 因為這個人行道以前是平面的 希望是說做一個改善 變成實體的人行道 但是這邊今天的評估 可能後續還有很多要做一個整理跟判斷的 因為本身的電線桿有很多 那可能先決條件要先把電線桿移到地下化 然後整個實體的人行道 路幅才夠做到人行道一個寬 在結果陳情後 新北市議員廖仙翔服務處就邀請 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因為張書二路不但有社區大樓 中間還有水泥場 進出的大車很多 只是要施坐實體人行道 卡在中間有電線桿得要再克服 而在網工建路這一段社區前的人行廣場 因為高度不高 不少機車為了貪圖方便 就直接騎上去也造成地面損壞 也討論如何改善 大車常常會把它就是壓到他們的那個人行步道 然後把那個人行步道 常常就是長期的以來都是被他們的大車壓破 然後造成行人走路的時候第一個安全 然後第二個就是輪椅啊或者是那個娃娃車啊 因為路面不平所以造成他們容易跌倒 那我們現在希望他能夠就是 看有沒有辦法可以改善他們這樣的人行步道 不要造成他們社區住戶的出入的一個危險 區公所這邊跟那個整個陽光 他們會做一個路面的積水的改善 那未來在那個水泥場前面的 可能會增設一個人行穿越線啦 讓行人做更有安全性的一個穿越這樣 那後續這一邊這一段束縛這一邊的一個人行道 他們也有升一些成型啦 那可能他們會提出一個計劃書啦 那給公所這些公單位去認可 然後他們自行去做一個自行處理 針對施座實體人行道需要再研議 不過針對目前標線行人行道路面積水 將會請公所先做改善 讓行人有更安全的通行空間 這層慧林細紙採訪報導 得到 得到 得有的 不然 不然 是 好 有沒有 得到